男人给不了你这三样东西 说明他没有那么爱你 支撑一段感情的 从来都是信任和安全感 两个人之所以能够维持 长久的友情或者爱情 这两点都是必不可少的 或许还有更多的因素 感情要靠彼此去经营和维护 一段婚姻和感情的长久 取决于两个人自己本身 对于女人来说 一个男人给不了你这三样东西 你们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 一 足够的安全感 女人永远都是缺乏安全感 当女人没有安全感时 对这段感情也不会有过多的信任 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 女人都感受不到 那么这段感情还会长久吗 两个人要想长久下去 就要稳定彼此的心 让对方在感情里 感受到踏实和心安 不会患得患失 这样才不会担心 感情会变质破裂 真正爱你的男人 一定会懂得这一点 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让你在爱情里感受到被重视 反之如果她给不了你安全感 她就没有那么爱你 二 绝对的支持和理解 女人追求的是得到一个男人的认可 她可以支持你做的任何决定 不会轻易质疑你 而是尊重你的意愿 这大概是最好的爱情 对于女人来说 她渴望被尊重 被肯定 有自己的自尊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做到这一点 给你绝对的支持 相信你永远是最好的 如果一个男人给不了你这一点 那么你在他心里就没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三 暖心的陪伴 陪伴永远是最漫长的告白 一个人愿意花多少时间陪你 就有多爱你 在感情中 真正爱你的男人 是会给你暖心的陪伴 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 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给你安慰 给你依靠 如果一个男人给不了你陪伴 那么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你永远都比不上他做的事情 这样的男人根本就没有那么爱你 女人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找一个给你想要的安全感 支撑 理解 信任和陪伴的一个男人 只有这样的男人才是真心爱你 愿意为你付出的